大家好,我是阿勇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 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一道糟卤毛豆 这道菜看似非常的简单 但是很多人都做错了 话不多说,下面就看具体操作 现在盘中看到的是400克的毛豆 这个毛豆是今天才采摘下来 非常的新鲜 下面呢,我们先把毛豆放入到水中清洗一下 中途多换上几次水 清洗干净后的毛豆呢 我们用剪刀剪去毛豆的两头 两头剪去一点就可以了 不要剪的太多 这样剪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毛豆比较好熟 另外一个原因是毛豆非常的好入味 现在在盘中看到的是洗净的毛豆 毛豆旁边有个小碟 碟子里面放的有两片香叶 五克花椒 一小块硅皮 一个八角 这是按400克到一斤毛豆的量准备的 起锅加水 下面呢,我们放入毛豆 再倒入香料 往里头加入五毫升的白酒 千万不要放料酒或者黄酒 放入一点点白酒 可以去到去杂味 同时还有增香的效果 下面呢,我们大火煮开 水滚开后 我们把火调成中火 千万不要小火 因为小火呢,叫小焖煮 这样的毛豆反而不好吃 我们中火来煮 中火来煮呢 我们把这个毛豆煮上十分钟 这里头要记住一点 全程不要盖盖子 很多人在煮毛豆的时候 一弄就把盖子盖上了 盖上盖子的话 毛豆就会容易变色 发黑或者发灰 所以千万不要盖盖子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大家一定要再次记住 十分钟后 我们控水捞出 放到凉水里面过一下 这样毛豆会吃起来会更脆 下面呢,准备一个密封罐 我们把焯水好的毛豆呢 放到罐子内 往里头加入400毫升的糟卤汁 这个糟卤汁呢 有一点点咸 如果口清的家人们呢 可以加一些纯净水 这样可以把糟卤汁吸湿一下 下面呢,我们盖上盖子 放到冰箱里冷藏上30分钟 30分钟后 我们捞出毛豆 放入到盘中 就可以品尝了 炎热的下气 作为一道凉菜 清新爽口开胃下酒 是不是很简单呀 你学会了吗 更多家常菜 请订阅点赞 阿勇每只小厨 阿勇每天带给您家的味道